新闻 挖挖挖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今天是跨年了 要進入2010年 那你是不是可以決定在2010年 做一件對地球有意義的事情呢 就是拯救珊瑚礁 那麼很簡單 你潛水的時候不要去摸 OK 第二個 請你用可以生物分解的防曬油 第三個 拜託你航行的時候 避免使用會紮傷珊瑚礁的毛鏈 就是好像用細的這樣子 還有飲食避免使用石斑魚 跟鯊魚等海洋魚類 因為撈這些魚的方式 都會傷害到其他的海洋生物 還有拒絕購買 瀕臨已經是絕種的 這種珊瑚的飾品 還有打高爾夫球 因為你那個殺蟲劑 還有那個肥料會傷害珊瑚 因為你陸地上噴的東西 最後會流入大海 對 還有今天非常難做這一集 因為今天是跨年 本節目播到12點半 剛好是跨年的時間 如果吸引觀眾 從頭到尾都不轉拍了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跨年的倒數的時候 鄭鴻儀會脫衣服 謝謝您的收看 09年即將過去 新聞娃娃今晚陪您跨年 聊聊2009年值得回復的大事 對於明年 我們又該怎麼看待你衝刺 好迎接虎虎身風的2010年 好 為您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呢 是新聞媒體工作者 中年晃先生 第二位呢 也是新聞媒體工作者 許勝梅小姐 還有一位是何博文先生 以及原來是新聞媒體工作者 但現在是在網站工作的耿宣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你是聯合 我待過聯合蘋果 蘋果 蘋果 自由 忠實 聯合 蘋果 自由 忠實 聯合 四大爆都來了 就可以知道平面媒體的 的景氣 有些人是被挖角 有些人是跳到不同的領域 聽說今年平面媒體的年終獎金 還是只有幾天 零點幾個月 對 就幾天啦 講幾天啦 但是這個時間也是搖蘋果的時間 去年我記得有報系是發0.3個月 沒有 還有發三天的 那是標準的 去年還有一家報紙發三天 那也不錯 那也0.1個月啊 可是有令人振奮的消息喔 我最近一直想去 有一個大張旗鼓招兵買馬的一個電視台 據說他們有 我一直很想知道那是什麼節目 那個節目製作群用了100個 哇 我跟你講 那個集團絕對不叫做二電視喔 不叫二電視 我懂我懂我懂 三電視 我就想講說跟三五關 那我們今天呢 今天來回顧一下2009年之罪 因為已經倒數了嘛對不對 對 那話題的新聞人物 我先問一下這耿軒呢 這個是怎麼票選出來的 這個的話 這個是根據就是說 我們一整年啊 就是網友他在雅虎 搜尋的一個新聞的 就是搜尋的新聞人物的結果 然後我們會挑選出20個 這個年度就是被網友搜尋的量最大 就是在新聞的裡面 搜尋最多的人 然後我們把這些人找出來 然後我們再交給網友來投票 然後投票出來的結果 會選出來這個年度的10大人物這樣 那先從第九大來講 為什麼是吳玉申不是孫小姐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孫仲瑜是不是 因為這個其實是從 就是網友他搜尋的字來看的 因為他有可能 比如說他當下 他叫不出那個小姐的名字 然後他就會去搜 反正他知道是吳玉申的緋聞對象 然後他就會先去搜吳玉申 所以他是最後兩個月衝高的嗎 因為孫小姐既不是A咖 也不是C咖 他是Rebek咖 Rebek咖 OK 所以他是最後兩個月衝高 對 其實這個票選真的也會跟新聞事件的接近程度有關 就是說如果他剛好票選 年底發生的 他覺得印象最深刻的話 他其實就會容易在網友的心目中 他的印象會比較強烈 如果是發生在年頭的話 真的就很容易比較容易被忘記這樣子 那孫仲瑜怎麼 怎麼沒人找到他這樣 對 都只知道他去上海有沒有回台灣 沒有人知道 大家就沒有追下去了 可能新聞熱度也過了吧 可是因為我剛剛上節目之前 我有打個電話補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還差一個小時就要跨年了嘛 那我們要把這件事情結束一下 我有打去問了一下 都要回來了 回來了 然後因為當時一陣子 他必要回來了還是他回來了 已經回來了 我想把它做一個完整的結束 是因為當時 我記得我們也在這裡討論嘛 但是很多疑問都沒有解開 那其實這段時間 我有大概陸續問了一下 整個狀況就是說 他之前有個男朋友是媒體大亨 姓吳沒有錯 但不是吳委員 是另外一個這個媒體大亨 當時這個 這個吳姓的媒體大亨最近結婚了 12月25號結婚 然後他呢 媒體大亨 媒體大亨 12月結婚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名字 姓吳 對 他娶了又是一個藝人 然後他把孫仲瑜介紹給 吳玉生 那他們之所以那天 11月11號會一起去吃飯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之前就認識了啦 但有一個重點是吳委員 就吳玉生有打電話給孫仲瑜說 我要過生日了 我想請你吃飯 那事實上吳玉生的生日是 12月1號好像12月初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所以孫小姐就去復約 所以他那天穿得比較正式 大家有沒有記得穿得比較正式 因為如果 如果宏仲瑜大哥說 聖梅我要我生日我請你吃飯 那我一定是會盛裝去 覺得這是一個 禮貌 很重要的一個約會 至於說 後來開房間是不是也是同樣的理由 孫小姐並沒有說 並沒有說 但是feel是很好的 是滿的 因為俊男美女嗎 然後這個俊男 俊男 可不可以加引號俊男 我們就要過年了 我們要說好話 哇佛心來著 對方竟然就一直說他過生日 距離生日根本還有快一個月對不對 不管那是個理由 那是不是這樣一個feel 有可能 所以兩人就去了 意亂情迷 OK 但是事後 孫小姐有小小抱怨一件事情 是當這個報紙的記者 把照片拿給吳玉生看的時候 吳玉生是不是當場就是有點 真的是很驚訝 然後是不是講一句話就說 確定要登嗎 那我要跟我太太解釋 我記得他說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登 對 好 他就開始去安撫他太太了 於是孫仲瑜這個人 就已經排除在他的生命當中 為什麼呢 就他也沒有打一通電話 通知孫仲瑜說你被拍到了 孫仲瑜是怎麼知道的呢 是我們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朋友 是早上看到報紙 才通知他 說你趕快搬家 說你快逃 直接講 你說吳委員打電話給孫仲瑜 不是不是 就吳委員從看到那張照片之後 就再也是他說是吧 都沒有人在聯絡 他沒有再打任何一通電話 給孫小姐 可是孫小姐有點覺得 你不夠意思 拍到了也是拍到我啊 拍得那麼清楚 照片看到你是不是通知我一下 讓我可以有心理準備 他是那天早上報紙都登出來 朋友們看到了 打電話跟他講說 你快逃 你趕快離開你家 因為現在事情鬧大了 他嚇了一跳 他也不敢跟吳委員聯絡 就東西收一收 就真的就離開了 那誰叫他快逃 就我那個朋友 就說你快點走 因為這事情很嚴重 因為大家會開始人肉搜索 很快你的名字就會出現了 那我看吳委員好像又在開 又開現在又到立法院又開機 他今天早上又開機 事前過了 我不覺得 他開機時會講什麼 他今天講一個有關那個脫掉的問題 就是說之前有一個人 機械車司機 因為他車子被脫掉 他就追著那個脫掉車 追了之後結果就心臟病發 然後就過世了 那現在他就說要修罰 以後這個脫掉只要拍照就好 不要這個脫掉脫掉上去 因為這樣罰很多 但是我感覺 他最近錯了 他不是說脫掉 他是拍拖 那個拍照就好 拍照就好 拍拖 拍照就好 就是拍拖只要拍照 不可以脫掉 太扯了 你們腦筋真的好清楚 不過我覺得 吳玉珍他最近的發言 你看他 其實立法院就像一個反應爐 任何事情 電子媒體就喜歡去問問立委的反應 但是你看第一個 現在比較少人去找他 第二個他對於一些比較敏感的議題 坦白講他講 他跨來 感覺沒有像過去那麼一陣實驗 氣勢弱很多 所以說那件事情 其實對他有影響 我還聽說 我想跟盛美查證一下 聽說其實後來有人勸他 勸他出國還是大家都共襄盛舉 比如說我拿2萬 你拿3萬 你趕出去這樣 大家幫忙 說孫仲宇嗎 我後來就是 才知道就是說 蠻多的人都認識他 然後我問過10個男人 八個其實都說這個女人真的是蠻可愛的 當中常委選舉 那涉及到就是當時中常委選舉 不是有豐豐魚的所謂 是會選的事情 吳委員 有跳出來罵那個人 所以當事情就是 孫仲宇事情比較康的時候 為什麼當時有人講說 這是一連串的陰謀 因為那個人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這個嗎 這樣不是呼之欲出了嗎 真的那麼明顯啊 不知道我們不知道 糟糕糟糟糕 但是有沒有這段陰謀 我不清楚 但是那個人確實是跟孫小姐過程很神秘 關係很緊密的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也訪問過拍的人 拍的記者是說 沒有啊 就是我們只是遇到的 真的遇到的 但是不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